大家好,我是小宇,欢迎来到缤纷娱乐秀,很高兴能够在这里和您见面,我们会每天只是给各位带来最新的娱乐资讯,缤纷娱乐现在开秀。 作为2021年的第一期天天向上,着实给了我们很大的惊喜,演绎国粹经典,戏曲博大精深非一日之功,但王一博的表现真的有打动我,王一博既然和喜欢的戏曲元素结合了,就帅诈了,甚至有被激励的感觉。 王一博金剧扮相唱长板坡迅速被热议上热搜,他在节目里面带给观众的大舞声赵云,长板坡金剧扮相英气十足,一朝一世有板有眼,拿着花枪凌空转身。 虽说我不懂戏,但是看到一博的扮相好正啊,有那股劲儿,三四个小时的短速学习登台表演呈现出来的感觉让专业人士都称好鼓掌,为他高兴。 而后央视电影频道也进行了点名表扬,发文赞王一博化身大舞声,扮演赵云表演京剧经典的选段,长板坡的视频登上了微博热搜,展现出了国粹之美。 他就是这样总是给人惊喜,喜欢尝试新的事物都能够有出人意料的完成度,认真极致不服输,勇往直前。 王一博对自己的要求极为严格,首先节目里面第一次接触京剧,他能够在很短的时间之内认识到这个从未接触的领域的技术要求,并且不管你们如何夸,依然非常肯定自己远远不够。 这种清醒,这种清醒里把体现的感受力,领悟性,判断力,冷静,没有一瞬间打过推堂鼓,选择了去做的话,就要往好的方向去做。 其次,他虽然知道难以一蹴而就,但是也不肯降低难度,自负一次的训练,想要做到力所能及的最好,十分顽强的专注。 还有最后上台优异的临场能力,当然这倒是没啥可说的,他上场了一贯如此,整个过程里的每一个点都非常的自凉而然,却让人无限的感慨,就觉得你怎么这么棒呢? 面对老师们的暴风夸赞,他说,嗯,没有啊,很难,我觉得没有这么好,再来一遍吧,是清醒而又努力,谦逊而又认真的王一博。 面对舞台受限动作明明是可以做删减的,他却说,站得住飞要台,没有一瞬间打过推堂鼓,是从一而终,要做就要做到最好的王一博。 戴头盔,被勒得头痛,能够感头身受,京剧老师们的辛苦,体会别人的不容易,是同理心强,内心柔软,又善良的王一博了。 关心有没有年轻人在学习京剧,担心大家都在追求新潮的街舞和说唱文化,而没有人传承传统艺术,是很有想法而充满正能量的王一博。 看王一博的舞身,完全被那种英姿萨爽的眼神扮向身体形态所折服了,真的太有范儿了,令人肃然起敬的王一博,选择了去做的话,就是要往好的方向去做。 这期的天天相上真的让我看到了很多我从前不曾发现的王一博,比如,一个因为太累在角落默默揉太阳穴的他,一个因为站太久慢慢垂腿的他,一个嗓子不舒服咳嗽忍着不发还不忘微笑的他,一个被头饰勒到头晕眼花也要坚持的他,一个一次次请教尝试努力去学习做好当下所有事情的他。 金居勒头那个真的很难,很紧,第一次尝试有直接勒到晕吐了的,还有舞身的那个靴子,他的自身能力和执着的专业的态度和敬业程度真的是再一次让我惊艳,让我赞叹,让我佩服,哥哥,你是我们的骄傲。 这孩子就是用自身的魅力在圈粉,我们不是在追星,我们只是在追光,王一博身上的正能量之光给我们带来温暖的,在我们遇到挫折,沮丧的时候是指引我们方向的,当我们困住这几的时候让我们想开的,告诉我们热爱就要坚持到底,今天的事情今天解决,我的世界不退让。 他一直都是如此,无论做什么都会拼尽全力的去做,为观众展现出最好的那一面,他心里的内感册呢也很分明,对于别人的夸奖和赞美能够始终的坚持自己,直到能够过上自己的那一关,这样的人无法让我不喜欢。 出发不停,娱乐不断,感谢大家关注《缤纷娱乐秀》,如果你喜欢我们频道的话,请给出您宝贵的赞,并且记得订阅我们同时,不要忘记了点亮订阅右边的小铃铛,这样就可以在第一时间收到我们的频道内容了,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